复兴金剧团欢庆60周年推出两档精彩好戏 美女涅槃记与徐九金升官记 由新生代花旦 廖亮慈演出美女涅槃记 徐九金升官记由实力派文丑王晨星单纲 两出经典好戏在30年前演出时造成轰动 这回由新生代演员接棒演出 象征剧团呈先启后的传承精神 这两出戏在30年前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轰动 在台湾首演的时候 演美女涅槃记是我们当家花旦重名女老师 她现在退休了 徐九金这个角色是我们当家老生叶夫人老师主演的 在30年前 这一次这两个新秀是非常经典 同时现在我们两个人 这两个主角演员是我们的新秀 廖亮慈以及王晨星都非常非常优秀的年轻演员 廖亮慈也由我们著名老师亲自手把手的 《轻瘦》这个戏 对 非常有看头 条件非常好 在这个60周年的团庆 我们推出了我们剧团最经典的戏 同时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新秀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接棒人的一个意义存在 对 让老观众想到这个戏回来看年轻人新秀的接棒 让年轻人进来看到这么优秀的两个剧目 这是我们这次的比较大的意义 记者会中特别邀请四位复兴中华杰出校友 由永远的小生曹富勇 戏曲学院前经济系主任万新明 徐中飞 张华珍 谈谈影响他们一辈子的复兴金剧团 以及对剧团的祝福与期许 我以前是这个剧团的团长 后来退休了 退休以后我再回来剧团 我发觉名称换了 名称换了 那个只是戏曲金剧团 我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李洋校长 他一上任 第一件事情就恢复了复兴金剧团 这个复兴金剧团对我们来说 意义非常深远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所以我回来以后 就经常跟我们这些团员结束 他们的演出我都会来看 我来看的目的是鼓励他们 因为他们有传承的使命感 所以他们必须要把戏唱好 虽然我看戏很挑剔 可是我还是指导他们 告诉他们注意些什么 怎么去表演 艺术很重要 不如说你学 就跟我跟他们上回讲过 学不等于会 会不等于对 对不等于好 好不等于经 一定要经意求经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 六十周年的团庆 好戏连台精彩 演员精进进修 然后经剧甚深不息 剧团永续经营 找了四位 我们的老学长姐 就是说的父亲中华 其实我们的当初竟然有牌字 它是前十六个字就是 父亲中华传统文化 发扬民族伦理道德 这是老校长给我们的一个校训吧 就希望我们在这个十六个字里面 能够把传统的东西带出来 那这次我们就邀请了前面的 父亲中华四位学长姐 来讲一讲当时老校长在 他们这个在这边学习的过程 的一些经验 对 然后也是有一个传承的意义的 对 父亲金剧团是国立台湾系曲学院 附设剧团之一 六十年来培育许多优秀金剧人才 在杰出校友的传承 以及戏团合一的规划下 未来也将继续发光发热 六十年确实是不容易 但更重要是如何在 启动下一个六十年的传承 跟下一个六十年的发展 那现在呢 在李昂校长的进驻学校之后呢 我们现在推动的是戏团合一 我们希望我们的金剧系的学生们 未来呢 都能够成为 复兴金剧团的中流砥柱 这里头还当然包括很多 前面的校友们的 这个经验以及记忆的传承 那么在这样的戏团合一的 运作之下呢 期待戏的发展 以及团的发展 未来会更加的发光发热 复兴金剧团六十周年 团庆公演美女涅槃祭 许久金升官祭 将于五月十一十二号两天 在台北城市舞台演出 经典好戏 喜爱金剧的观众朋友 及复兴金剧团戏迷们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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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